做了幾個地方你們要確認一下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你工作表名稱不要那麼長 我怕裡面有減號可能會造成程式錯誤 因為理論上不會錯 我大概改幾個地方 所以錄完第一個一定工作表名稱改一下 第二個的話其實只要刪掉 如果你最少的修改其實就是改這個 工作表多少的驚嘆 這個把它delete掉 然後底下這兩行你把它delete掉 哪一個工作表 因為如果這個一定不存在 所以一定要把它刪掉 那基本上就ok了 ok之後的話其他都不要動 不過還是可以在檢討裡面的程式 因為你會發現這個程式碼太延長了 有些其實不需要的 至於哪些不需要我待會再講 因為目前我們先把最低的修改的程式先跟我們講 然後執行的話就直接把它這邊run一下 看到結果這樣應該ok了 那它其實呢會幫你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在它原來資料的前方 然後多一個這個表 這樣就是表這是正確的 那只是說啦 他幫你新增的 那其實他怎麼新增 其實你們慢慢要看懂裡面的程式碼 如果將來如果你假設能夠慢慢看懂 裡面到底要幫你寫什麼的話 那你就比較能夠掌握這個程式 也比較能夠知道改哪裡啦 那你可以看到啦 這個樞紐表是一個sub 名稱是樞紐表 就是你錄製的巨集 然後第一行 跟各位講 第一行其實這個是不需要啦 這個多餘的 什麼application 什麼cutcutcutcopymore等於force 這一行其實是多的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假設看到這一行 其實可以把它delete掉 實際上的第一個動作應該是這個 這個的話其實是什麼? 序詞,序詞指的是工作表 那點add的話 實際上這一行產生之後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幫你在原來的工作表前面 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序詞點add,序詞指的是工作表 add的話是新增 所以它就幫你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來做底下的事情就是樞紐分析 所以其實大概改的部分大概這樣 可是實際上如果我希望能夠怎麼樣 再多幫我做一件事,什麼事呢? 就是我新增完之後,底下的工作表名稱 它不是我要的那個名稱 我希望這個名稱叫做歷年切道則限圖 那我要怎麼改? 其實這邊的話還可以再多做一件事 就是你add的底下有沒有 下面這一行可以順便把這個工作表的名稱把它換一下 換成叫歷年切道則限圖 那要怎麼改? 改的方法就是你就是叫遜 一樣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哪個工作表呢? 其實那一個 如果我要指的是目前的這一個的話 那哪一個 目前被使用的話 那其實在VBA裡面有個固定用法叫Active Active的話呢 就是目前被使用就是這一個 工作表 工作表就是sheet 那記得後面不要加負數 因為只會有一個被選取 所以Activesheet 目前的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的名稱就是點 名稱就是name 目前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叫歷年切道則限圖 所以你就把等於後面的話 再加上一個名稱叫做歷年切道則限圖 我就把這個名稱打上去好了 叫歷年切道則限圖 OK好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知道說 把這個名稱幫我把它放到 這個工作表11把它蓋過來 OK 所以喔 那不過你會發現喔 我打程式的時候 VBA他沒有區分大小寫 所以你會發現我一律都打小寫對不對 那為什麼特別要強調這一點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你打的字沒有錯的話 你如果移開這一行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如果字都沒打錯的話 如果把它移開喔 理論上他這個a跟s會變大寫 那如果你打錯 比如說我這邊故意打錯好了 比如說多一個s好了 假設我故意打錯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我移開的時候 欸 有沒有發現 name的n有變大寫 但是前面這個卻沒變大寫 為什麼呢? 打錯字啦 所以教各位一個小訣竅 就是我打字我習慣都用小寫 移開的時候你看一下 欸有沒有有些字有沒有變大寫 如果沒有 那表示你那個字打錯了啦 OK 那所以怎麼修正 沒關係你就把s拿掉了 這個沒有s喔 OK喔 那移開的時候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發現 他a跟s變大寫了 表示你的字沒打錯 因為同學最常發現就是自打錯啦 這個是屢見不鮮的喔 常常看到就是有同學自打錯 打錯不知道哪 那我建議啦 你乾脆打的時候一律打小寫 移開的時候如果那個 他的手字沒有變大寫的話 那表示你字打錯就這樣 OK 這個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小技巧 OK喔 所以喔 我是在這個工作表新增之後的話 然後把名稱改變 好 那再來我來runrun看喔 所以其實也沒變什麼 我就直接把這個工作表刪掉 好 然後呢 再讓他去run一下 run的時候我建議啦 以後你也不要那麼急 我建議你可以寄一個那個什麼 竹行來跑 竹行的話增錯裡面不是f8 你可以這樣按f8 shipped 不過我們這邊要加fn 然後f8 然後你會發現他會一行跑 有沒有新增 所以shipped.add 他會變什麼動作呢 這邊有增加一個新工作表 那我加了這一行之後的話呢 你再按f8 有沒有發現 底下這邊呢 會把剛剛的這個名稱有沒有 直接就改成立年切到折線圖了 所以就加這一行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加了這一行 底下暫時先不改沒關係啦 底下如果你OK了 我已經大概試出來 沒問題就把它再run一下 他的這個樞紐表也出現了 OK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待會我們就要來看那個 所謂的樞紐圖了 OK 樞紐表 那其實喔 這裡面還有蠻多地方可以再修改啦 不過我細節先不講 因為太 你光看到這個程式應該會 可能有些 不太熟悉這些東西 會覺得 會覺得 有點複雜齁 所以基本上呢 我剛剛有把 我改的那個 我剛剛框的啦 其實就是我把它刪掉的 第一個step 那第二個的話 我是增加一個去 就是叫 Active 這個 去點內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再增加這一個 增加到這個下方 找這個資料的話喔 在這個資料裡面的第幾頁 可以的地方找一下 就有啦 不錯啦 那應該有了 那不要有問題 說這個程式盡量單純 我跟各位用Mac 或是跟我不 像海鮮一樣 不然你用其他的其他程 有可能 那個放你的目前 那個也可以 那個變在環境 或 的的話 你剛才突然都已經夠難了 拿一個起來 要把車 所以你要真的把 學好先把一點 就是個 還要再想 我的妹呢 自己的問題就會 我會這個 學好這點點 所以這樣啦 如果我 你就OK了 至於要這樣 我可能 無法幫忙 因為學校提供 這個 就好像有 不全嘛 像Windows 有限設不全 有支援 所以啦 實在的事情上面 就是曾俊宗 請他們講 說看我的時候 你筆電是哪個東西 按真的一個 高難題 那就是 那邊應該幫忙 因為從事 是大的公司說 最好改靈 就是一樣的 一個樞紐 你不可以 是個好改靈 你不可以 你不是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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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